怪二中你忽略过的小细节 你见过在熊出没中看熊出没吗 这里我们注意看 小女孩切换节目时切到了熊出没 难道光头强在熊出没里看熊出没吗 这里细节又来了 这行李箱是不是很眼熟 没错这正是在电影过年中出现过的 可以看到上面的图画还清晰可见 这也就说明强哥非常爱惜这箱子 你们还记得原始时代的吉祥物吗 我们往这看 他竟然在怪二中出现了 不仅如此连飞飞也跟着回来了 这一连的出现是导演在暗示着什么吗 还是说懒得见魔拿出来凑人数的 刚刚我们错过了个细节 对是急急的这身穿搭 是不是感觉在哪见过 没错这正是在变形记中穿过的 熊出没真是回味无穷呀 很多朋友说强哥用的是什么手机 如果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 光头强用的正是一台苹果叉 我们注意看这后摄是不是很像 原来熊出没也跟上潮流了 你酒叫了吧 我没喝 是车喝的 车喝没喝我不知道 我是来找细节的 我们往这看 没错他就是曾经一夜爆红的那个女人 居然也在怪二中出现了 并且身份依旧还是一名阿森